Hello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今天realme品牌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新品发布会 面向全球市场推出了真我X50 5G的升级版机型X50 Pro 5G 从发布会上了解到realme真我X50 Pro 5G正面采用了一块双挖孔的显示屏 屏幕为AMOLED材质支持90Hz刷新率和180Hz触控采样率 当然DC调光105NTSC色域以及100%DCI-P3色域也是应有尽有 配置方面真我X50 Pro 5G搭载了高通骁龙865移动平台 搭配LPDDR5的内存和双通道UF3.0闪存安兔兔综合跑分是达到了605,327 整体性能可以说是非常强悍的 此外在5G方面新机支持有SA NIC双模5G组网 同时支持N1 N3 N41 N78 N79频段 峰值下载速率高达3.45Gbps 峰值上传也是做到了900Mbps 当然最近比较热门的WiFi6在真我X50 Pro 5G上也是得到了支持 在相机方面新机采用了一组3200万加8个万像素的超广角前置双摄 后置四摄则是由一枚6400万像素主摄 一枚1200万像素长焦 一枚8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镜头 和一枚F2.4光圈的黑白人像镜头组成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新机内置有一枚4200毫安时电池 同时标配有一套65瓦的氮化加SuperDub超级闪充 在快充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当然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超线性立体声双扬声器 这次也没有缺席 新机在海外市场定价599欧元起步 约合人民币4500元左右起 目前该机的国行定价尚未正式公布 各位不妨预估一下按照这个配置卖多少钱会比较合适呢 今天下午除了有国产品牌realme的新品发布会之外 索尼也举办了自家的新品发布活动 正式推出了Xperia 1 Mark II Xperia Pro和Xperia 10 Mark II三款机型 其中Xperia 1 Mark II正面配备有一块6.5英寸 等效90Hz刷新率的4K HDR OLED显示屏 整机造型较为方正 后置一组纵向放置的四摄 分别包括有一枚16mm焦段的1200万像素传感器 一枚70mm焦段的1200万像素传感器 一枚23mm焦段的1200万像素传感器 和一枚3DTOF镜头 搭载骁龙865移动平台8GB的运存和256GB的存储空间 内置4000mAh电池 同时支持有21W的USB PD快充和15W的无线充电 Xperia Pro是一项技术开发 目前仍在进行中 正面配备有一块21B94K HDR OLED显示屏 搭载骁龙865移动平台 后置三摄和一枚2F传感器 内置4000mAh电池可通过5G网络与摄像机紧密结合 带来更强大的功能体验 至于Xperia 10 Mark II相较于上述两款机型 明显要更加入门一些 其正面采用的是一块6英寸的FHD Plus OLED面板 前置800万像素单摄 后置则是一组1200万加800万加800万像素的三摄 搭载骁龙865移动平台 内置3600mAh电池 提供黑白蓝以及薄荷绿四种配色 以上几款新机索尼方面都没有公布其正式的价格 其中Xperia 1 Mark II预计会在今年春季末上市 Xperia 10 Mark II则是计划在今年的第二季度上市 至于Xperia Pro的上市时间和价格都还没有明确公布 感觉朋友可以再持续的关注一下 最近关于1加8系列的消息越来越多 现在有爆料达人又晒出了一张疑似1加8 Pro 5G 关于手机页面的截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手机正面采用了双曲面打孔屏的设计 除了左上角多了一枚前置摄像头的开孔之外 机温与1加7T Pro保持一致 从旁边的参数信息来看 新机的屏幕尺寸为6.65英寸 支持120Hz刷新率将搭载骁龙865移动平台 内置12GB的运存和256GB的存储空间 后置则是一组6400万加2000万加1200万像素的三摄 不过按照此前的消息来看 新机应该还将配有一颗TUF深感镜头 但图中并没有列出 当然了这张截图的真实性目前也还有待确认 至于手机的背部设计 结合此前放出的渲染图和曝光的真机图来看 新机背部的整体造型与1加7T基本保持一致 三枚镜头纵向排列居中放置在背部靠上的位置 闪光队位于相机模组的下方 左侧则是TUF深感镜头和激光对焦传感器 按照1加以往的规律 上半年的新机一般会在5月份左右推出 但有萧宜生今年可能会有所提前 什么一带 今天Vivo方面正式放出萧宜生 将于2月28日举办线上新品发布会 发布新机Vivo Apex 2020 从官方放出的预热海报中 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台采用了双曲面设计的全面屏手机 看上去边缘曲率较大应该会延续此前 Vivo NEX 3那样的无界瀑布屏设计 手机正面似乎没有开孔 整体的屏占比也是非常高 最值得关注的是屏幕中120的字样 其表示新机双曲面曲率将高达120度 带来更为极致的使用体验 手机背部的相机模组成奥利奥造型 上方是一枚矩形的浅王式超长焦摄像头 下方应该是一枚高规格的主摄 具体参数目前还不得而知 综合目前的消息来看Vivo Apex 2020应该还会是一款定位概念 也就是秀肌肉的机型 新机将有望采用屏下隐藏式前摄方案 所以正面的观感非常极致 彼此同时由于取消了升降式的机械结构 整机的厚度和重量也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配置方面新机将搭载骁龙865移动平台 内置LPD25的内存 同时至少会配备UFS 3.0规格或者以上的闪存 电池容量方面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消息流出 但新机很有可能会支持此前Vivo展示过的120W快充方案 13分钟左右就能充满一块4000mAh电池 整体表现非常强悍 现在距离星期的发布还有4天的时间 具体还有哪些惊喜 大家不妨关注一下 最近一直有消息声 黑鲨将在近期推出一款全新的5G游戏手机黑鲨3 现在这个消息终于得到了黑鲨官方的证实 从官方放出的预告信息来看 黑鲨将联合腾讯在3月3日举办网上直播发布会 正式发布品牌旗下的首款5G游戏手机 腾讯黑鲨游戏手机3 从该机的命名就能看出 这是一台与腾讯游戏深度合作打造的机型 黑鲨方面表示 致力于提升玩家的游戏体验 是腾讯游戏和黑鲨科技共同使命 双方将在游戏领域整合各自优势资源 并在游戏软硬件方面发力 从而助力5G时代游戏行业发展 综合目前的消息来看 新机将搭载骁龙865移动平台 支持ICNIC双模5G组网 预计内置LPD25加UFI 3.0的存储组合 同时还将支持最高66瓦的超级闪充 至于屏幕 作为一款游戏手机 其应该会延续此前无异形切割的设计 刷新率至少也会提升到90Hz 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 黑鲨手机在背部的设计都会比较个性 所以此次跟腾讯联手打造的黑鲨3 同样值得期待 感谢朋友提前了解一下 关于OPPO品牌的首款智能手表OPPO Watch 此前沈亿人已经陆陆续续地放出了不少爆料消息 甚至是渲染图 现在有爆料达人放出了一张据称 是OPPO智能手表屏幕面板的叠照 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前面板曲率很大 而且屏占比也相对比较高 看上去非常的圆润饱满 综合目前的消息来看 OPPO品牌的这款智能手表 整体将采用类似Apple Watch那样的圆角矩形设计 表面覆盖一块3D曲面柔性屏 整机取消了我们常见的旋游表冠 但在右侧或将设计有两枚长条形的按键 具体对应哪些操作 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消息有出 对于智能手表而言续航 一直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 不知道OPPO这次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星期预计会与OPPO Find X2一起 在3月份正式发布 各位期待一下 今天有外媒曝光了一段疑似 iOS14的后台多任务操作界面演示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全新的iOS似乎引入了 类似iPadOS中的多任务界面设计 一屏中可以同时完整地显示 4个后台正在运行的App 通过向右滑动还可以查看更多的后台主流程序 向上滑则是可以结束对应的进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用户在关闭某个应用时 图标旁边会出现一个打开的小锁 但正常进入后台界面时 该小锁图标并不会出现 猜测苹果是想实现 类似安卓系统中锁定后台的操作 避免在多任务处理中 对应的App被误操作而关闭 该视频放出后 不少网友评论到 这不就是MIUI吗 iOS是打算MIUI化吗 不过讲证目前这条视频的真实性 还有待验证 因为有不少网友指出 通过越域安装插件 该效果很早就可以实现了 所以问题是 如果苹果在iOS14中 真的就这么设计了 你觉得还好看吗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心形肺炎肆虐 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做好防护 保重身体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